Action 哈嘍大家好 我是雷摳 那今天這唐課要教大家制作的是自己的旅行手杖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旅行的人 但同時我也很健忘 所以我习惯是会把插画跟我的手写的日记结合在一起 然后完成一本本的旅行手帐 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 这堂课的话会有五个章节 那第一个部分会是工具介绍 像是铅笔 色铅笔 水彩等等 就是很好入门又很好上手的一些基本工具 那也会带到颜料以及一些纸张 还有我习惯使用的一些手帐品牌 那还有的话就是灵感篇 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不知道怎么下笔 不知道要怎么去捕捉一些旅行看到的风景 所以像是美食啦 日常风景 还有路人的穿搭和一些交通工具等 我都会一并介绍给大家 那第三个的话是最大的挑战 也是就是需要突破新房的动笔篇 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怕自己画不好看还是什么的 所以会害怕动笔 这次的话会从很简单的速写 到完成线稿 然后还会有各种就是我习惯使用的一些插画技巧 还有上色方式会细细的跟大家分享 第四个的话是排版篇 会教大家就是如何让自己的版面看起来丰富 然后又不会很单调 那最后的话会是装饰篇 那像是大家很喜欢用的纸胶带 就是我会教大家如何使用纸胶带 但是不会过分的抢交 或者是收集店家的名片啦 地图或DM等等都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装饰的方式 那同时也帮大家就是整理一些 在旅行途中拿到一些纸张等等 其实光是靠剪贴就可以让每一个版面变得很独特 然后很丰富 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每一次的旅行之外 也可以做出一本本独一无二的旅行日记 那我们上课见 拜拜